是因为可可戏里 让我第一次感受到了 这种野生动物生存的困境 那个戏确实给我打开了一扇窗户 让我了解了一个世界 迪斯尼的制片人也跟我说 之前的自然电影 他们都会请的是 就纪录片行业的导演来做 那他们这次来请 一个故事片的一个导演 过来做这片 他们也希望做一些类型的创新 他们希望把故事片的东西带进来 因为雪豹这个故事 素材就让我们觉得 就是一定有什么东西 是能讲出来的 我是在剪辑台上 最后最后完成 打瓦这个故事的 没有打瓦的故事 其实这个电影不成立 我觉得没有这样的一个穿透力 一个好的电影 一定要有一拳打在你的心上 因为其实这个项目 它其实很疯狂 它这点子很疯狂 它就要用野生动物 拍出那种故事片的东西了 而且你没法控制它 不许用CG 必须全部实拍 我身边的所有团队的 几乎每一个人 都是这个领域的一个 不能说是打师 但是是一个专家 比如说剪辑师 作曲 制片人 还有哪怕混音师 我的混音师是 疯狂动物城的混音师 但恰恰是因为这些专业的 真的超级专业的这些团队 让这些一切的不可能 还让这一切特别疯狂的念头 就变成了最后 变成了事实 变成了一部电影 我觉得这部戏的拍摄难度 是应该算是 应该是五星级的难度 就每一个这种 优美的画面背后 都是很多很多的故事 他们都付出了 这种心力 体力 还有巨大的毅力 去坚守到了这些素材 就是我觉得是他们那种热情的 他们才能想办法 去抓到这种瞬间 很多瞬间是 我觉得是 可能永远不会再被拍到的瞬间 都记录在这个电影里了 就是我特别希望 这些东西能够被观众看到 在这边上 中文字幕ayı忘了 看到 在这边 都记录到 因为 我们在这边 一个计划